新加坡回教理事会呼吁国人以冷静和建设性的方式回应当前的尾巴武装冲突 我国回教宗教司也为回教领袖和青少年提供指导 协助他们应对这场危机 回教理事会昨天发文告表示 最新一波尾巴冲突夺走了许多无辜的声明 当局表示 尾巴危机历史悠久而且复杂 自冲突爆发以来 当局便不断地为双方能够和平地化解纷争来祷告 回教理事会正在同回教网络平台合作 为受影响的回教徒提供宗教指导 本地几间回教堂将从今天开始到周末期间举行特别祷告会 为尾巴冲突的受害者以及能够迅速恢复和平来祷告 当局鼓励回教社群加入祷告 并且向合法的人道主义机构捐款 支持卡萨地带的居民获得粮食和医疗等基本物资 我国的回教全服务基金会 目前已经为当地的人道救援工作 抽得超过50万新元